赛月时,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靠岗赛亚 完成历时121天,航行17000余海里的TS10航次科考执行 本航次中,深海勇士号在高海矿海底地质环境复杂的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洋热野区 创造了一系列中国载人深险作业的新记录 据了解,在2018年11月10日开始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西南印度洋热野科学考察行次中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作业62次 平均水中作业时间9小时15分 平均水下作业时间6小时13分 创造了中国载人深险史单行次下潜作业次数 年度下潜作业次数 单月下潜作业次数等多项记录 所以从这些数字上面我们可以发现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深海潜水器的运维水平 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深海潜水器的核心的关键技术 也标志着深海勇士号正从大国重器向大国匿迹进行转捩 深海勇士号TS10航次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表示 此次科考采集了400余件热液流化物和基岩样品 获得了近5000份热液大生物样品 获得100余份不同温度与底雾的筛选培养物 首次确认断桥热液区上处于活动阶段 首次在隆崎热液区附近发现了超激性岩的出路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表面刮擦痕迹 螺旋桨的损伤 都在述说此次科考的不易 那个区域是位于西风带 永难非常大 那么每一次下潜的话 基本上对于我们整个运维系统都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的作业区域 也就是海底的山脉的区域 地形非常的复杂 对潜海源的操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